新加坡的成本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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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在上一次大选之后 这个去年我有讲过 上一次大选之后比股改变了很多 大选之后比股认为很多人不喜欢输太多外劳 所以现在外劳少了 外劳少了的结果是什么 成本增加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从经济上、从股市的角度来看 这个也是不利的地方 这个是肯定的 不过当然李显龙也讲过一句话 他说认了一个政党 如果输掉选举 那做不成政府 那什么也不必谈了 所以征集选举还是第一 那经济啊什么差一点 这个不那么重要 因为如果他不能够在选举中得胜 那什么都不必讲的 那你输掉选举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新加坡还会继续走这条路 我相信 这个成本会越来越高 因为政府要设法平衡 社会上有一些生命 这个要求这个减少输入外劳 那今天做一个总结 那目前 因为股市不停的这样上上下下 那上上下下 这个的确有些压力 那 也许一个做法呢 就是把你部分的资金 可以买一些比较高利息的资金 可以买一些比较高利息的资金 高利息的资金 高利息的资金 当做一个防守 那 所以我说不负贵 当做一个防守 那 所以也就是说以守 代工 那 这个 先守住 那 高利息的 因为现在的利益 这个有一些股票的这个利益 这个股息不错 那 那 那 也有一些债件 当然不是美国国债 2.5也是没有什么吸引力 我是指那些 高细债件 企业债件 很多企业债件 是有10%以上的利益 那 你买他的股票 跟买他的债件 没分别 如果买他的股票 企业倒闭 你买他的股票也是变0 不如买他的债件 收十几个percent的利息 所以这个是可以参考的 就是说 以防守 为主 他的股市应该还是看好 但是他 不容易 在大幅度的这样 好像美国这样子 大幅度的丑 因为 受到这个 中国以及亚洲其他的这个 固定的因素的影响 谢谢 我先讲到这里 我们需要 可以再继续谈 我们需要 解决 洗股 水 鸡 油 尤 牛